因為之前蔡總統去召開那個防疫會議的時候是沒有找你還有侯市長 會不會覺得說現在有點鬆一口氣逃過一劫的感覺 因為現在接觸到蔡總統都必須要自我健康監測 其實這樣啦我跟你講這也沒有什麼 這疫情在發展每天都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老實講我們學校停課已經破換了 我也覺得所以我認為我是這樣啦 剛才講過嘛因為疫情在變化 我們也在滾動式的在改變政策 當然是這樣啦我們要去取一個平衡 一開始不要沒有把握就不要嚴格 坦白講如果按照目前這種停課的標準 我看很快我們全部都會停課 所以也不可能這樣做下去 但是要怎麼放鬆怎麼調整 就滾動式修正 市長覺得說停課標準現在就應該要改變嗎 那這樣啦你下個命令好歹看個禮拜再改變 我們今天下個命令改變都還沒看到影響 我要跟全國人民老百姓講喔 滾動式修正有時候就是 這也沒辦法在新常態 所以要按照疫情的變化 不斷的調整 當然知道如果很緊急當然就馬上改 如果不是那麼緊急 我慢個兩三天再改一下改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